我是朱福强 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 我是李嘉豪 多谢你写给我们的信 以下是我写给你的回信 为路不取暖 送暖给你 麦之华送给你的回信 请听我手今次写给你的信 他们四个人每星期为路不取暖 唐开心飞 站在写信者的角度 一起探索人生迷工的出口 在这些过程当中 尊重每位写信者 博家批评 只为感受和思考 为路不取暖 一个充满智慧和人生经验的 Podcast YouTube深谈节目 请到 WAIL3O.com 惠露.com 收听Podcast YouTube深谈节目 《惠露不取暖》 解忧四人台 《无底深谈》 你的信啊 收信啊 今天是星期五 朱福强的回信箱 我是朱福强 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 借女士 我才要向你的勇气 果断 和内力致敬 相信你是忍受了你妈妈 施加在你 和你妹妹身上的暴力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才是决定 离家出走 借女士 我是支持你的做法 虽然你那个年纪的妈妈 也是很值得人同情 相信她也是病的 应该是需要有 健身人士的辅导 和医治 借女士 你是不需要感到内疚 我不认为 世界上 所有和家人恶劣的关系 都需要收复 尤其是射里面 就牵涉到 无时无刻的暴力 更加应该被知得吉 尽快退到 安全的距离 在座打算 借女士 你现在可以做的 趁你妈妈冷静下来的时候 向她沉意离开 尽力去舒服她 找一些专业人士 求助 祝你妈妈最后康复 祝福她 祝你妈妈最后康复 祝福她 又好欢 她想吃得贵 遍 在康复 但在康复 里面 和人生 弄得更好 我现在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忆人独卖住难一潮水 解忧四人台墓底深谈 下星期一有李家豪 苏庚哲 麦之华 朱福强 四人惠露 惠露不取暖 往日美梦消失去 却见了朝来 我独虚内不已逃 面临时困境美 你愿意愁愁 我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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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亦知旧情难在 世去不要醉 人生崎嶼 成长有代价 人世百样变幻 过去是不记取 再莫问生中你 门海眼中泪 再回头醉意里 独留住那一笑笑 再回头醉意里 独留住那一笑笑 我是朱福强 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 我是李嘉豪 多谢你写给我们的信 以下是我写给你的回信 为路不取暖送暖给你 麦芝华送给你的回信 请听我书根字写给你的信 为路不取暖 解忧四人台 无底心谈